虽然陕西的音乐种类很多 表现形式也不一样 但是背后蕴含的性格 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非常豪放和高亢的 而且我们的张老师 好像是我们的 华音老腔的第十代掌门人 现在有没有发展 下一代的传承者呢 有 我呢 现在就是华音老腔的传承人了 我呢 从小就是跟着爷爷长大 小的时候他去表演皮影戏 我呢 都会在戏台子上 看着他们玩皮影 看着看着呢 我呢 就睡着了 老腔呢 几乎就成了我的催眠曲 所以说呢 老腔也成为了 我血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现在呢 我的爷爷也有很多的徒弟了 还有一些外国友人 他们就是慕名而来到我家呢 找我爷爷学习画音老腔 看着爷爷这么努力地 将这份艺术传承下来 那么我呢 更有一种家族使命感 还有传承下去的责任感 爷爷呢 收了很多徒弟是吧 不仅是自己家里人 还有外边的人 包括甚至还有外国友人 但是要知道 其实我们的华音老腔 自古以来是有一个传统的 就是传内不传外 传男不传女 但是爷爷打破了这个传统 就是为了希望我们的华音老腔 能够继续地传承与发展 甚至是走出国 能走向世界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 送给爷爷的这种做法 非常值得敬佩 谢谢